香港身份證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身份證明文件 由入境事務處簽法,為香港居民的主要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法例第177章《人事登記條例規定》 凡年滿十一歲的香港居民,必須於年滿十一歲後或抵港三十天內登記領取身份證 每張香港身份證均有辭證人的姓名及出生日期等個人資料 並把持證人的黑白照片印在正上,在姓名一欄下,也印有中文電碼 以方便政府或機構作輸入姓名之用 持有香港身份證,並不代表擁有香港居留權 根據香港法例,只要在港、工作、讀書等,逗留超過一百八十天 並年滿十一歲或以上就必須申請香港居民身份證 但事也並不代表持有香港身份證在港連續居留七年或以上就擁有居港權 香港的身份證制度是其中一項沿襲香港輪陷期間的日本人政策 日本人為了方便管理及監控香港人口 於是勒領全香港市民軍需要領取身份證 例如,市民要領取由日本皇軍配給的買糧食,就必須出示身份證 軍票以及糧油證等才可以獲取 1949年以前,香港政府無限制中國大陸人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 一般人皆可以隨意往來香港與中國大陸兩地 香港亦沒有對中國籍居民進行人士登記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大量中國大陸人湧入香港 為了控制香港人口,香港政府開始實行邊境管制 限制中國大陸人入境,並且開始登記香港居民及發出身份證 首次登記於1949年展開,當時發出的身份證指示一張以人手填上資料的紙張 1960年6月1日起,香港政府發出第二代身份證 身份證上包括持證人的指毛及頭像,資料以打字機填上,並且經過過郊處理 男性的身份證為白色底,男性的身份證為白色底,男性的身份證 女性的則為白色底,紅色人證 1973年11月,香港政府發出第三代身份證 身份證上原有的指毛取消,而且不再以顏色區分性別 兩代身份證上軍蓋有簽法印章,以綠色代表居留在香港不足七年的居民 黑色代表永久居民 故此,當時的香港新移民被稱呼為陸印客,香港早期並無法例規定 香港居民必須攜帶身份證外出,為了阻止香港偷渡潮的問題 香港政府於1980年10月23日起實施職部職解政策 規定所有年滿15歲的香港居民必須在公眾地方攜帶身份證 1983年3月,人民入境事務處推出第一代電腦身份證 比較舊證加強防禦措施,並且透過電腦系統令出入境程序簡化 1987年6月1日,人民入境事務處推出第二代電腦身份證 設計與上一代幾乎相同,主要分別是身份證背面上而 除了香港文章,方便在香港回歸後繼續使用 2003年,入境事務處分階段為香港居民簽罰智能身份證 於2003年6月23日開始為遺失或損毀了身份證的持證人 年滿11歲或18歲的換領兒童及成人身份證的人士簽罰智能身份證 同年8月18日起,全香港居民按照其出生年份分階段換領智能身份證 入境事務處在全香港特別設立9間智能身份證中心公寓市民換證 換領計劃於2007年3月31日結束 而為換領計劃而特別設立的智能身份證中心 亦於同年5月19日起關閉 所有1968年及1969年出生的香港居民為首批換領成人身份證的受惠者 部分1985年及1992年出生的香港居民更分別成為 市次直接領取首批成人身份證和首批兒童身份證的受惠者 2008年7月13日,入境事務處宣布第二代電腦身份證於2008年11月30日起全部失效 為因為身在外地而無法換證的香港居民,舊有的香港身份證仍然有效 為有關人士回來香港後30日內必須前往入境事務處 約日下的人士登記處更換身份證 隨著入境事務處簽罰首批智能身份證至2013年踏進第10年,入境事務處正在對智能身份證的使用進行全面檢討 研究在將來更換第二代智能身份證時,加大晶片容量、預留空間 加入更多解釋度及可以用作用貌變色的持證人相片 作為指無以外的另一項生物特徵。 由於智能身份證的防藝特徵從來未有被破解過,而換證則需要全民參與 又適合在全香港神秘地點作為換證中心,入境事務處回審視換證的必要性。 相信換證計劃最快要待2018年第二季才會進行。 2013年5月,入境事務處表示正在計劃研究智能身份證系統,檢視是否存有不足之處, 及是否需要引入更為先進的技術,以提升智能身份證的物料質素、智慧卡晶片的保密性、防藝及生物特徵技術等。 2014年1月初,入境事務處宣布將會推出新一代智能身份證系統,涉及開支14.6億元。 新一代智能身份證將會最新穎的防藝特徵。 採用新一代智能,採用新一代的灰階雷射技術以及新一代的最碳酸筆碎膠, 因而更耐用及人察效果更佳,方便識別。 將會採用保安程度更高以及更大容量晶片,能夠透過接觸與非接觸方式讀取, 引入無線傳輸技術及內置射頻式別 ,需要透過光學閱讀解密後才能啟動, 並且限制於兩厘米距離內才可使用。 持證者於未來通過,此度可以縮短一三時間至僅需要八秒。 對於外界擔心執法機構或不法之徒能夠遙拒獨取智能身份證之資料。 保安局於2015年1月向立法會保安時務委員會提交補充文件重申。 智能身份證之精片只支援約十厘米範圍內的通訊, 並且必須通過雙重認證。 智能身份證需要被放置在被認可的閱讀器上讀取 若時文字串及產生第一條加密密時候。 經由智能身份證之精片認證, 在建立精片和閱讀器之間的實事及專用加密通訊通道。 此時閱讀器才會提交第二條加密密時, 而且認證成功後才能夠開啟加密資料,作出傳送。 由於智能身份證本身無電池運作, 故此在無電源下, 智能根本無法自行傳送信號。 資料亦不能再無辭證人的同意下租人格空讀取, 因此外界所指擔憂並不可能存在。 2018年10月,入境事務處宣布全港市民由2018年12月27日起, 分批更換新一代智能身份證。 行政長官、行政及立法兩會議員、主要官員、入境事務隊成員、 警務人員及勞工督察為首批換領者。 以於1985年至1986年出生市民普通市民為第二批換領者。 其他人士則在未來四年內分批更換智能身份證。 2018年11月,入境事務處宣布由2018年11月26日起, 起年滿11歲或18歲。 保齡身份證或更改資料之人士即可開始新令新一代智能身份證。 香港身份證共分為兩類,分別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香港居民身份證。 未滿18歲人士所領取的身份證。 亦稱為兒童身份證。 二年滿18歲人士歲於18歲生日後的三十天內,更換成人身份證。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是入境處簽罰給擁有香港居留權人士的身份證。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因他們所持有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上, 註有三粒性的標記而得名。 其實, 該標記的意思與辭證人士是否擁有香港居留權無直接關係, 只代表辭證人年齡為18歲或以上, 及有資格申請領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港證。 香港永久性居民於出入香港邊境時, 只需出示身份證, 亦不需要填寫出入境申報表跡可過關。 在香港法例第115章《入境條例》第二條中, 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不抵觸第二條的條文下, 具有以下權利,在香港入境, 不會被私家任何逗留在香港的條件。 而任何向他私家的逗留條件,均屬無效, 不得向他發出遞解離境令, 不得向他發出遣送離境令。 如果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因需要更換新證 或因凋失救證而要補領, 在新證未發出前入境處會發出申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收據。 此收據據臨時身份證的功能,但不可作出入境之用。 出入境時必須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港證或有效旅遊證件。 香港居民身份證是入境處簽罰及沒有香港居留權 而獲准在香港逗留超過180天 有年滿11歲的人士的身份證。 智能身份證的尺寸為85.6乘以53.98毫米 即ISO 7810 ID 1 標準,與不少銀行卡相同。智能身份證上有一塊晶片儲存 智能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智能指紋及電子證書等, 除了可以作一般出入境及身份認證用途外, 還可以用作網上電子證書。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圖書證。 政府曾經計劃於2007年將香港駕駛執照資料兼備於智能身份證的晶片內, 但由視於實際運作上有缺點, 例如香港市民及海外機構難以查閱晶片內資料, 被吊銷駕駛執照者需重發身份證等, 因此有關計劃被擱置。 持有智能身份證的香港居民, 可以使用香港各出入境口岸的E 度自作過關, 折省等候時間。智能身份證及換證計劃, 由研究發展至推廣,總共耗資餘7億港元。 而根據香港法例,身份證號碼無提及不能更改, 符合一些情況是可以更改的。 每張香港身份證均印有一個身份證號碼, 身份證號碼由一或兩個英文字母及六個數字組成, 缺號內的數字是交易碼, 是為方便電腦處理資料及檢查號碼輸入的正確性而設, 並非身份證號碼的一部分。 身份證號碼用途十分多, 亦是重要的個人資料。 受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行使第香港法例 第486 將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賦予的權力 所發出的身份證號碼及其他身份代號實務守則所保護。 由Z 至頭身份證號碼開始, 其身份證號碼亦是教育局的學生編號, 有別於之前零設一組八位數字作為教育局學生編號。 1983年3月28日以前, 身份證號碼的起手字母是根據當時的人士登記辦事處所在地區而偏配, 例如香港區用A 及H, 九龍區用B 及G, 新界區用C 及F, 如沒有中文證明的新登記身份證人士則會簽法 X、XA、XB、XC、XD、XE、XG等英文字母為首的身份證。 而由1980年起, 新簽法的香港出生證明書, 俗稱出生子, 採用了與身份證相同的號碼格式, 將來領取的身份證號碼會與採用與出生子相同的號碼。 換言之, 1980年後出生的嬰兒再取得出生子是以知自己的身份證號碼。 另外, 由於嬰兒出生後, 其父母有四十二天歡限期領取出生子, 而身份證號碼上的英文字母是以出生子的簽法入期為準, 所以有小部分在1979年11月及12月出生的嬰兒也擁有 Z、至頭的身份證號碼。 事實上, 第一張 Z、至頭的身份證亦是由1979年12月出生的香港居民持有, 而到之後1989年發出的Y、至頭或者2005年S、至頭身份證號碼亦是採用同一機制。 1983年3月28日起, 人民入境事務處推出第一代電腦身份證時, 首次登記身份證的人士會獲簽法 起,至頭的身份證。 直至1990年8月1日,開始簽法 P、至頭的身份證。 2000年12月28日起,開始簽法 R、至頭的身份證。 2011年8月1日起,開始簽法 M、至頭的身份證。 此類身份證是簽法與沒有香港出生證明書的人士, 直至2003年8月,11歲以下而同獲簽法編號 V、至頭的簽證身份證會成為其日後的身份證號碼。 此類人士大多維持單程證移居香港, 以當時尚未合資格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2010年代, 隨著香港人口不斷增長, 身份證的英文字母編號可能用盡。 政府將引入商字母, 當M、自用盡後便用B、A、S、自用盡後便用C、A。 任何人士為失香港身份證, 須在十四日外親身往任何一家人士登記辦事處申請保令申證, 倘若尋回已報失身份證。 市民須盡快把改證交回人士登記辦事處撮銷, 任何人士如無合理解釋, 而持有意向人士登記辦事處報失的身份證。 即屬違法, 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一萬及監禁一年, 如檢獲他人身份證, 亦應交到鄰近的警署或人士登記辦事處。 副文負親喚 números。 沒問題是否有限和平益会達到鄰近。 令人參加安慌者,